Me off You think you got it tough Well I don't see the toughest around Me of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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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笑話 由阿天與愛妃這對年輕小資夫妻 一起來告訴你夫妻間的小情趣 阿婆 阿婆 回來了 回來了 我的天啊 阿婆 我跟你講 剛好回來的時候那凱達格蘭大道 又在那邊遊行 又在抗議 那交通堵得亂七八糟 又喇叭聲 然後又烏煙瘴氣的 把我整個人搞得灰頭土臉 灰頭土臉 你就去洗澡啊 洗澡 好 洗澡 等一下... 你先不要去 我裡面有東西 什麼東西 隔壁老王啊 很明定 我裡面有掛東西啦 你... 老婆 你又把內衣內褲 擺在裡面晾乾了對不對 我不是跟你講嗎 那些東西不要掛在裡面嘛 那男生一進去 然後碰到那會衰的 然後又濕濕的在那邊滴水 給你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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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給你掌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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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早上的那是漆呢 哈天 你在幹什麼 這妳寫的 對不起 我 妳不可以看 還我 這是我的 老公 我覺得妳最近身材 整個變好了耶 而且手又變細耶 看我的白白肉都不見 對 我看一下 我也在哪裡啊 在這邊 魚 魚 像綠豆一樣撒在窗前 這是詩嗎 我知道了 這是妳要去全民大笑話對不對 妳想要上這個節目 然後去講笑話 哈天 我請告妳喔 妳想笑我 菲兒 我知道了 菲兒就是妳的筆名嘛 是 菲兒 聽起來不夠大氣 妳應該叫菲 菲雞 飛雞應該蠻好的 飛雞大炮好了 是不是 聽起來就很大氣喔 好 這個聲音要上揚喔 還是早上的那隻雞啊 早上的雞也想 吳後的貓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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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有聽到 就那隻馬 你真的偷偷寫進去耶 不錯啊 蠻好笑的啊 笑一點啊 你笑啊 我的天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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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對不起... 我為我剛剛的失態給妳道歉 失態 你根本就是變態吧 怎麼樣 你有水準 你文必好 你血啊 我怎麼... 我這... 這我... 這... 不是... 你怎麼樣 我跟你講你揍人 我看多了啦 每天出一張嘴 哈哈... 你就直接笑別人嘛 你名嘴嘛 你馬西平嘛 你參理好嘛 你很會講嘛 好啊 那你去上節目啊 你去賺通告飛狗花啊 你寫得出來嗎 你寫得出來嗎 你 你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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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啊 寫啊 我寫不出來 寫不出來... 你寫不出來嘛 我警告你喔 以後啊 你沒有經過我允許 你不准動我的東西 如果啊 你敢動我的東西 我先把你眼睛挖掉 再把你手剁掉 我跟你說 夫妻之間是要有隱私的 那我之前 我的信你也有偷看嗎 那不一樣啊 那是你犯賤 前女友寫給你的信 你留著幹嘛 你是捨不得丟 還是還喜歡他 搞什麼東西啊 我最親愛的小公公 你是太賤啊 你耳不耳心啊 這真的也是我的隱私吧 那不一樣 反正以後沒有經過我允許 我的東西你都不准看 好 好 夫妻之間 應該要有隱私是不是 可以 我接受 好 那這樣子好了 要隱私嘛 我以後 西裝 你不准給我檢查 我的唇折 你也不准看 我的手機 你也不准開 這些條例 我自己也都會遵守 好嗎 OK 好啊 那就一言為定 我沒再怕了啊 不過你以後 你要買那種 不可以買那種 手機螢幕往下 就關機的手機 你手機螢幕永遠都要往上 我偶爾還是可以偷瞄一下 好 OK 沒有問題 一言為定 好嗎 好 那這樣就沒事了 我剛剛調侃妳 算我不對喔 我跟妳道歉 不 對不起 我不生氣了 妳不生氣了 妳不生氣了 氣消很快喔 真的嗎 真的 不生氣了 那這樣就 我現在很開心 那這樣太好了 好 老婆 伯伯 妳還是要跟我講 妳寫那個到底有什麼目的 要幹嘛 其實我從小就很喜歡寫東西 然後現在有點空閒 就想說寫一寫 以後可以出書 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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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出書 就出書 現在很流行出書耶 我剛剛往那個 電視上面那個 爛演員納鬥 他都可以出書了 為什麼我不可以出書 不是 那目的不一樣嘛 他呢 主要是要為了要騙錢 但是重點來了 他要騙錢對不對 結果錢也沒騙到 妳要出書 妳是我老婆 當然OK 妳有辦法的 好棒喔 我以後就要變成作家的老公 對啊 你咬不起吧 很不錯耶 那妳那個書 妳要叫什麼 妳問到重點了 書妳我想了好久好久 是 我終於決定了 叫做 菲兒的麵店 很棒吧 麵店 為什麼麵店 賣哪一種麵 陽春麵 大麵 你很慫耶 麵店的意思就是不好意思的意思 麵甜喔 是麵甜 麵甜 那個麵甜喔 午後的貓叫 早上的雞 我可以 老婆 那個之後妳出書的時候 裡面盡量不要提到我 然後呢 也不要跟人家講說 妳是我老婆 不然的話我會覺得我很 我去洗澡囉 好久沒吃拉麵了 一項自信滿滿的東西 受不住輕易玩笑 歡迎收看陳明大少華 很好 你們幾個是瘋了是不是 冷靜一點 正常一點 節目完那一開始就發瘋了 真的 這個節目開播到現在呢 觀眾朋友們呢 對我們有很多的意見 我們都有聽進去 有些觀眾朋友說 你們素人朋友上來講笑話 好像有一點沒那麼好笑耶 好 那沒有關係 我們就改啊 好嗎 你們要...想要看什麼節目 想要什麼內容都跟我們講 我們就改給你看好嗎 好不好 求求你幫... 搶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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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的時候只要講搶救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票啦 好嗎 真的要搶救了 假如說素人朋友講的笑話 要是沒有那麼好笑的話 沒有關係 我們的笑花現在親自下海 今天就要來一場PK賽 笑花 好 看到沒有 我們現在自己為自己掌聲鼓勵一下 好不好 對嘛 四季要出來 好不好 我們今天分成笑笑隊跟花花隊 好不好 哪一組是笑笑隊啊 笑笑 笑笑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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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隊嘛 今天分成兩組來PK 看看誰的笑話 比較好笑 如果說真的都還是 不是那麼好笑的話 怎麼樣 那就走啊 就... 好不好 我沒有關係 我們就再改 好 厲害 改到你喜歡 改到你滿意為止 當然今天假如要講笑話的話 我們有一位笑話達人 他太會搞笑了 只要他一出場 我跟你講滿場的歡樂 是誰 是誰 掌聲歡迎他 現在他出來 我們要給他一點特別的音樂 好嗎 特別的... 嘉賓要有特別的音樂 掌聲歡迎這位搞笑達人 歡迎他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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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沒有... 這音樂怎麼搞的 怎麼... 音樂亂下怎麼搞的 來 換...換一個那個 別的...別手... 好嗎 我們再次歡迎他一下好不好 來 歡迎他 哈囉... 哈囉... 我是小蝦 但是這種好像也是... 也是不太OK耶 來 我一聲 不要... 幹什麼啊 不要...不要... 不要廢育青 因為廢育青的歌都是送人手的 因為他常常模仿廢育青 所以都... 可是換一個音樂好不好 拜託 你別讓我們歡迎人家吧 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小蝦 好 太好了 這個音樂 算... 蔡老師喔...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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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要...不要歌了... 怎麼搞的 好像... 老師跟我不是很好 不關於我的感覺 我們跟老師其實都不好 對... 那這個周老師啊 這個音樂 這三首歌曲都不太適合你 沒關係 那就不要因為我... 這是我的位置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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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也比較適合大家 掌聲歡迎小蝦 好 今天既然已經出師了 是 好 那你就講個笑話吧 好不好 好 講個笑話 觀眾朋友千萬不要轉台 不要一講到說我們... 我們不要一說我們要講笑話 你就轉台 不會... 這一個包準好笑 好不好 我把這個壓力很大喔 好就是說呢 你堆高一點嘛 三國... 這一輩子再也沒有聽過 更好笑的笑話 搶救... 老闆要跳樓啦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今天要搶救 來... 我們在三國的時候 曹操 曹操 他有頭痛病 然後呢 他說就是靠這個神醫滑陀 幫他治病 誰...誰滑陀 神醫啦 誰滑陀 神醫滑陀 幫他治病 幫他治病 對 然後呢 有一天早上他跟華陀吵架 一言不合就把華陀給殺了 曹操把華陀殺了 對 當天下午 曹操的頭痛病就犯了 夫人就一直哭一直哭 把他的兒子曹擲叫過來 說 他的頭痛病都這麼嚴重了 你們為什麼不找神醫滑陀 來幫他治病呢 就說曹擲 你這個太太演得好 曹擲 冷冷的說了一句 是 我幫 Gondam Star 我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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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dam Star 搞了半天 這首歌 是來自於曹飛啊 三國就有這個歌 三國就有 這歌是我們的 這歌是我們的 不是韓國的 不是韓國歌 對嘛 對嘛 對 這都是我們的嘛 有我們的歌嘛 所以屈原也是我們的嘛 屈原白也是我們的 屈原白是我們的 我常常以前聽人家說韓國 他們說屈原是他們韓國人 所以都是我們的 都是我們的 原來是這樣 都是我們的 這笑話不錯喔 是不是很棒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我覺得厲害就是這樣 因為為什麼他除了笑話之外 他還言之有誤 他能夠扯出一個道理出來 那大家聽得就滿開心的 不然這樣好了 就小蝦今天就講八個 然後我先去休息 你們兩個OK 不... 你們要休息之前 我可不可以先去泡茶 怎麼輪得到你們 我先休息吧 好 我承受的壓力 你們還不知道有多大嗎 好 來 今天就好好的來幫忙 因為你今天是達人等級的 我們今天要兩個P... 兩隊要PK啦 好 所以說要看看誰比較好像 沒問題 然後到最後呢 我們輸的這一隊要懲罰 什麼懲罰我也還不知道 我也還在想 這麼神秘啊 我在等... 懲罰你 OK 很好 現在兩隊 來 笑笑隊來先 還是花花隊先啊 笑笑 美衣 好 哪一個人要先來 妳是誰 蔡小潔 好 謝謝妳 來 小潔請出列 謝謝 瓜哥 有一天 小明正在挖鼻屎 好髒喔 好新鮮喔 討厭 幹嘛這樣 挖得出來 他鼻屎這麼大 然後呢 有小強正好經過了 小強 小強經過了 你看...小明正挖鼻屎 然後小明就說 我沒有在挖鼻屎啊 我真的沒有在挖鼻屎 這是搖頭丸 不信 你不信嗎 小...然後小強就說 我才不信那是搖頭丸咧 這明明就是鼻屎 然後後來啊 小明就說 你真的不信嗎 你確定你不信 小明就這樣 把鼻屎彈得出去 把鼻屎彈到了小強的頭上 結果呢 小強就這樣子 路哥要幹嘛... 有... 這時候就是你夾三個時間 把鼻屎彈到了啦 他要展現... 他要展現出呢 我們笑花是可以 是 就是不顧形象 對... 很犧牲 很犧牲 好 OK 好...謝謝 謝謝我們笑花 謝謝 好 好 這是我們... 笑笑... 笑笑隊的笑話嘛 笑笑隊怎麼樣 是不是要複製比賽啊 複製比賽啊 複製比賽啊 明明就很好 你還複製比賽嗎 沒有 我們... 我們這個處罰就是 你們要再講一百個笑話 你害怕了嗎 沒有關係 一爛說不定還有一爛爛的 來 妳們下一組 要派誰出來 好 詩雲就位 好 有請 笑花PK賽 戰火一觸即發 嬌溜笑花 霸有出口 拜託NCC別抓我 Kan哥哥跟嬌妞兒 他們是一對非常恩愛的情侶 不是 恩愛的情侶 Kan哥哥就問嬌妞說 妳到底喜歡我哪裡啊 是喜歡我 還是軟Q的腳 叫摸說 我喜歡幹嘛 什麼 什麼態度 趕快解釋 快被拿錢了 NCC已經電話來了 快點 好 遇到更遠了 Kan哥哥跟嬌妞兒 嬌妞兒是印尼華僑 她們是一對非常恩愛的夫妻 不是恩愛 恩愛的情侶 有一點他們 到底是夫妻還是情侶 好...就是 好了 怕情侶好了 好...情侶... 對 然後 她們就在咖啡廳 然後Kan哥哥就問嬌妞說 你到底喜歡我哪裡啊 是喜歡我 搶硬的背彎 還是軟Q的腳 哭在背起來... 嬌妞兒買起來 嬌妞兒說 都不是啦 給...幹你老師啊 然後Kan哥哥就說 什麼態度 我還看嬌妞兒說 講清楚 你怎麼... 你怎麼說髒話 你在大寧廣中 你怎麼說髒話 嬌妞兒就說 妹妹啊 我說... 給...Kan... 然後Kan哥 趕快舉一次 快要拿錢了 NCC已經電話來了 快一點 為什麼 你要什麼又說髒話 然後嬌妞兒就很無奈說 我是說 看...看你老實了喔 看你老實 好嗎 還可以啊 NCC的所有委員們 是看你老實 我真的超高興的 OK 這是我們世雲的笑話 好 謝謝啦 謝謝 謝謝 你兩個笑話裡面 你覺得誰的 答案是 花花 花花隊 對... 所以他走一步險期 雖然算很危險 不過他的笑話本身是 比較有點 比較有點 因為你要是聽... 就聽的人他自己聽錯啊 他會好奇啊 他會說 為什麼會... 怎麼會講這個東西 然後他會一直往下聽下去 對 來 第二階段 來 你們要派出的人是 我 好 來 小音樂 來 大家也不知道 來 有請 就有一天呢 阿KEN 他覺得很無聊 他想要找納豆一起玩 這是不可能 我們玩的領域真的不一樣 真的... 阿KEN就說 怎麼樣 然後 阿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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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阿KEN 我講話會聽嗎 阿KEN 我們來玩一場象棋 阿KEN 怎麼樣好不好 納豆就說 我們要玩象棋 結果 在這一場 在這... 在這... 你剛剛是模仿納豆嗎 可以再一次 對 模仿納豆再一次嗎 可以再一次嗎 我... 你不要亂放題 所以說 這一場 阿KEN輸了 他的帥屎了 阿KEN就說 怎麼樣 阿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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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話會這樣嗎 欸 欸 怎麼樣 沒有 我就在特殊的時候 我會這樣講話 夠了 我覺得其實... 他模仿其實還是有像的那種 對 可是他... 手應該怎麼樣 他剛剛手放這裡 感覺是諸葛亮 對 OK... 算他這個裡面也帶一點模仿 現在滿可愛的 對不對 尤其納豆那一段 用納豆的方式走回去好不好 來... 好 來 接著下來 來 誰 小茉莉是不是 對 來 歡迎您 好 剛剛那個笑話滿強的喔 你要注意喔 小茉莉 好 要開始囉 有一天 老婆就很語重心長的跟老公說 老公 如果我以後死掉了 我可以讓妳交女朋友 然後老公就很開心 他就說 但是老婆就說 可是我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妳不要把我的衣服給別人穿好不好 然後老公就很開心 他就說 沒問題 因為反正佩提也穿不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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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車是可以走的嗎 不行 那有車不能走 我不能走 我搭過了 他不走就是不走 你搭過了是不是 我整個攝影棚關掉 燈都熄了 攝影大哥都走了 我還坐在那邊過 他不會走的 你放心好了 好嗎 沒加汽油 等一下 剛剛那個笑話是怎麼回事 這是他已經是他最愛人了 怎麼樣 怎麼樣 你知道剛剛的笑話是嗎 你知道已經有了 老公已經外遇了 老公已經外遇了 早就外遇了 早就外遇了 老婆還這麼愛他 對啊 這笑話有點沒有表演性質啊 所以他講完就算了 真的是內在的感覺 應該還是要模仿一些人講話 這個笑話就比較豐富 謝謝小茉莉 好 OK 好 好 那... 第一個階段應該不用平了吧 這個階段 兩個笑話比較起來 對 應該就是笑笑隊 笑笑隊 太好了 先勢均力敵 現在已經平手了 接下來是... 是哪一位 Bibi啊 我來了 Bibi講笑話 來... 有一個藝人 他已經出道很久很久了 可是他每次出場 不是我 不是我 他每次出場的時候咧 然後大家都覺得 你幹嘛那麼緊張 你很不專業 你已經出道這麼久了 你怎麼講話還這樣 是誰 是誰啊 等一下...先不要講 現在我們大家來猜猜看 他講出來今天 怎麼樣 你講話清楚 他今天要講出來這個人是誰是不是 是 他等一下會講出來 公子好酷喔 沒在怕 真的嗎 沒在怕的 來 出道很久 但是又很會緊張的 你們大家來講 你看 又誰了 誰會緊張 誰是女生 女生 女生 這算是有點八卦囉 對不對 范瑋琪 范瑋琪 大家好 我是范范...范瑋琪 口題啊 還沒講完 還有...還沒... 還沒...還有誰 對 就是他...因為他緊張 所以他口急 對 是不是 還有 OK...好 還有啊 大家好 我是康康...康靖雄 還有...還有一個... 你好像有大一點點 我要自信啊 還有魔法啊 還有一個 那個... 還有一個最厲害的 他每次出場 也是藝人 他自我介紹 都沒有人... 大家都只聽得到他的姓 然後都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 大家都聽不懂 這個... 誰 大家都聽到他的姓 那不知道他這個名字 大家可以猜猜看 譬如說有誰 怎麼可能 因為阿信嘛 阿信 是 是不是 阿信 不是阿信 不是 大家好 大家好 是誰 我是芳芳... 這錯... 等一下 等一下 小蝦有話要說 來 小蝦 你在轉轉看 怎麼樣 這是一個多元化的節目 他猜完名 我沒猜到他很開心 你們沒猜到 沒有... 沒有... 是帶給你歡樂 好嗎 是不是 OK 不錯 勉強過關 謝謝Vivi 好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派出 加油 妳這邊要派出 有... 陰森是不是 好 來 妳一起 加油 加油... 好 今天我要講一個是一個 很幸福的小家庭 爸爸呢 就坐著看電視 那邊抓個肚子啊 媽媽在廚房那樣炒菜 那樣 竹菜... 小朋友就很可愛在那邊玩遊戲 這樣子玩玩具 好啦 這時候就有門鈴在那邊叮咚 媽媽就很忙 就竹菜竹到一半 然後就去開門 不好意思 妳要找誰啊 然後那個人就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支援回收的 請問一下你們家 有沒有什麼不要的東西 要捐出來的嗎 妳等一下 我看看 我看看 沒有耶 這時候小孩子聽到這個 就投胎起來說 媽媽... 媽媽 我們可以就把爸爸捐出去啊 等一下 很好笑的 還不錯... 這個 小蝦 來 她剛剛這個笑話 這笑話 太普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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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的笑話 現在如果假如說我沒有結婚 我沒辦法感受 OK 謝謝你的笑話 謝謝 這個階段呢 剛剛滴滴是講的什麼 方方 剛剛有聽過一個融合的笑話嗎 方方... 融合這種藝人的笑話 就是有一個是賀一航大哥的故事 賀大哥是不是 我有聽過他的笑話 賀大哥的喔 有啊 賀大哥有一次他是說 他去按摩嘛 他有一次按摩 他按摩 然後他... 他按摩結果他發現那個阿桑 那阿桑力道很強 很夠 他按了大概兩分鐘 他覺得說 這個阿桑按得很舒服 然後他想說 他那天工作也累了 就想睡覺 就跟他講... 就跟那個阿桑講說 阿桑 我跟你說 我吃他先放在旁邊 你這樣吃很鬆快 我稍等睡了 你吃完之後你就自己拿走 沒關係 我就繼續別在這裡睡這樣 結果那個阿桑說 這樣喔 好...不然你全身放在旁邊 他就放錢放旁邊 他很舒服 暗暗暗 賀大哥 就睡著了 睡...睡了三個小時以後 他又終於醒了 他一醒過來以後他這樣 阿桑沒有幫他按摩 在旁邊陪賀大哥睡 在這個階段 兩邊笑話的話是 Bibi的比較好呢 還是陰森的 Bibi的笑話比較好 芳芳... 對... 就贏了 對... 對 好 OK 但是我告訴你 大家 我們喔 怎麼樣 沒事啊 瑤瑤 你們是最後一棒了嘛對不對 對 我們最後一棒了 交給我們 好 雨柔跟瑤瑤之間的PK賽 現在是幾比幾啦 2比1是2比1 現在要對 假如說你這要加油才行 不然的話很可能 沒錯 太危險了 對啊 搞了半天平手 那也沒意思嘛 我們要看人家處罰 看人家被處罰才好玩 好 來 最後一棒 誰先 我們先嘛 來 雨柔有請 超關鍵對決 真的好好笑 瑤瑤講鳥話 鸚鵡變成冒牌鍋喔 有一個酒吧 他找自己的 他也就非常好養了一隻鸚鵡 而且鸚鵡只好 展展淪落到別人的家裡 於是呢 鸚鵡當到了新環境 他就看了 啊 還去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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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鸚鵡蛋到 你不當鸚鵡太可惜了 鸚鵡在那邊聽到聲音 講得不太還標準 HAPPY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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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啊 有一個夫妻 但是這個老公 他就是你知道 被氣管嚴 他每天都被關在家裡 非常可憐 哪裡都不能去 結果兩個月過去 有一天他們在家裡吃晚餐 坐在餐桌上 他老公真的受不了 他想說 不行 兩個月我都沒有出去了 我已經戒久兩個月 我完全沒有自己的生活跟空間 我快發瘋了 我今天一定要想有辦法 我一定要踏出這個家門 原來想了想 他想了想 我想到了 他跟他老婆說 老婆 我有一個朋友喔 從南部上來台北找我啦 可是我怎麼跟他說家裡地址 他都找不到 所以我想說 我去接他比較快 我去 我趕快回來這樣 OK... 他成功了第一步 他踏出了那個大門 但是他踏出大門第一步 當然不是去找朋友 他當然是先跑去酒吧 喝個幾杯 喝到自己過癮才對 是... 他去了酒吧 他坐在吧台 他喝了幾杯 眼看時間 兩個小時過去了耶 怎麼辦 三個小時過去了 怎麼辦 朋友咧 我要怎麼回家 對 我等一下沒有帶朋友回家 我老婆一定會把我殺死 怎麼辦呢 他就一邊走 一邊回家的路上 經過一個公園 經過一間廟 他一直在想 到底怎麼辦 三個小時過了 我回家沒有朋友怎麼辦 對 但是在走的過程當中 可以走台步的感覺吧 對 很難啊 那麼小圈喔 怎麼辦... 怎麼辦 好...OK...很好... 走台步 怎麼辦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我想到怎麼辦 怎麼辦 半個小時過後 他回家了 叮咚... 他老婆來開門 他老婆門一打開 怎麼這樣 朋友咧 朋友咧 對啊 所以他老公說 噓 你不要像嚇到客人 來...這邊請... 瓜牛被這種中的格雷 以後以不敵王 他老公 他老公想到辦法 就是從公園帶一排蝸牛 慢慢爬回家 這樣他老婆就是相信 他出去三個小時啊 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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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跑到我旁邊來 我想要老婆跳你特錢就好 好 OK 這是余兒笑話 瓜眼 謝謝 好 接著下來 換我... 好 來 好 他剛才講瓜牛 那我今天來講一個鸚鵡的笑話 動物系列 動物系列 就有一個酒吧 他倒閉了 然後他裡面剛好養了一隻鸚鵡 那隻鸚鵡只好 斬斬淪落到別人的家裡 於是呢 鸚鵡剛到了新環境 他就看了 好 而且環境變 環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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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鸚鵡太大 你不當鸚鵡太可惜了 鸚鵡在那邊聽到這一段 講得比較還標準 有同樣的時候 鸚鵡一叫 媽媽就出現 發生什麼事 鸚鵡一看 他以為老闆娘變了 老闆娘變了 環境變了 老闆娘變了 不就不一樣嘛 女兒聽到 什麼 鸚鵡會講話 一進來 鸚鵡又講了 小姐變了... 小姐 她剛剛 她說 是有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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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想 鸚鵡在講話 立刻進去 鸚鵡這時候說話了 他說 客人沒變... 客人沒變 客人沒變 隔壁的老王 又找了一分 客人沒變 客人沒變 好 什麼都他竟然這麼會講耶 告訴我們 你覺得說 這最後一分是被誰拿走了 是我們蝸牛獲勝呢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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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鸚鵡粉臉 他獲勝 你看還是要給鸚鵡 鸚鵡 恭喜這個階段 兩邊平手啊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兩隊 那怎麼辦 那我們一定還是要PK一下 有沒有辦法 就是你們結合一下 比如說有個 史無前例笑話團體戰 Fighting 超曖昧情緒 節目意外改型態 如果是你的菜 然後說可以試著交往看看 哪一位 不要忘記我是你師兄 不能說 當然還是得伍 唉唷 我們現在是錄來電影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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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個西裝 然後我出來就是 YEAH 我是哈琳 謝謝 好不好 OK啊 謝謝你 好 三位要帶來一個非常精采的笑話 有請 有一天 有三個人走在沙漠上 有美國人 泰國人 還有台灣人 他們走著走著 就看到了有一個神燈 這時候神燈就說話了 好... 你們三個人是不是想要願望啊 我給你們一個人三個願望 是的... 我...我想要好多好多女人 我們 OK 沒問題 給你女人 再來 我也要一個女人 好多好多好多女人 當然一堆女人給你 對 對 對 再來 請幫我送回我的國家 OK 沒問題 GO YES 接下來換泰國人要說話 我們泰國人 泰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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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給你 那我再來又一間好多好多錢 好的 沒問題 對... 我快點說 這時候台灣人又說話了 好 來 準備要去妳 我現在台灣人我比較熱情 我跟妳相處 沒有啦 妳給我幾個美如好 好 不問題 給妳 好 來 來 我第一個 我很想要很多美如 小姐美如 沒問題 給妳 我們台灣人很愛教人家講 我現在這樣很無聊 不然妳叫那兩個回來好了 好 無問題 咻 最後大家都回到沙漠上了 救命啊 好 這個笑話非常不錯 謝謝你們 好 接個下來 來 一樣也是三位 來 有請 三打三 有一天啊 就有個太空梭 它即將要發射上外太空了 可是因為這個座舱跟陷重的問題 所以呢 美國只能... 就是每一個國家只能派出 一個菁英上這個太空梭 於是呢 討論了一番之後 決定就是美國人 日本人 以及台灣人 超時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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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人 來...等一下... 然後咧 超起來... 從來 美國 日本跟台灣三個人嘛 他們就要那個...準備要登機了 可是呢 在上這個太空梭之前 就是這個國家有跟他們講說 因為一次要去五年 那你們一個人就是可以帶 50公斤的東西上去 可以幫你們過這個五年這樣 那你們要帶什麼都無所謂 於是呢 要登機的那一天到了 美國人就走第一個 然後記者就上前問他了 Yo 我是美國人 我每天要去50公斤的牛肉 我不吃 我會吃 於是呢 美國人就帶著 一個50公斤的牛肉 登機了 接著後面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就往前走 他準備要登機 記者問他 看鏡頭... 我希望 要帶我的女人去 一個50公斤的女人 因為我一天沒有女人 也會死掉 於是日本人呢 什麼都不要 他就帶了一個50公斤的女人 上了這個太空梭 最後一個台灣人 他就準備要登機了 他就往前走呢 記者就上前問他啦 記者問他說 台灣人...你帶了什麼東西 台灣人就說 我跟妳講啦 喝杯就帶50公斤的那個粉 喝杯一天沒吃粉會死 整天沒鬆開 一定要吃粉 於是呢 台灣人就帶了 50公斤的香菸 就上了這個太空梭 是 這個太空門關起來就咻 就升空了 五年過後 太空梭回到地球 機航門一打開 美國人走出來了 美國人一走出來呢 記者就上前問他 是星星還是美國人 我...我喜歡吃 我每天都吃 所以我吃得非常肥 對 因為美國人 帶了50公斤的牛人 他這五年吃完之後 他真的過得非常愜意 白白胖胖身體非常健康 是 緊接著第二位日本人出來了 怎麼了 我是我 我的兒子們 我是我 我的女兒們 這麼多 對 因為日本人呢 在太空這五年呢 就每天沒事做 於是呢 他每天跟老婆恩愛 所以呢 回到地球的時候 他已經帶著一家大小 一起回到這個地球 是 他怎麼了 他一個人悠悠的 從機場走出來 他臉很臭 他臉真的很臭 好臭 所以記者非常的好奇 台灣人 你怎麼了 怎麼了 幹嘛臉這麼臭 為什麼啊 怎麼了 美國人 跟日本人欺負你嗎 是嗎 怎麼了 你白白去帶來的 白去帶來的 這個笑話我覺得還不錯 OK 先謝謝他們三位 謝謝 好 謝謝 但是這種三個不同國家的人 還是笑話滿多的 小蝦也有一個嘛 他那個笑話的訊息就是說 那些泰國 美國被變回來了嘛 對 後來他們想說神燈就走了 神燈走了 然後他們又回到沙漠 他們覺得很痛苦 結果走一走又遇到神燈 又遇到了 說算 這時候那個神燈說 我可以給你們藝人 一樣三個願望 然後 那時候美國人跟泰國人討論 剛剛他這樣把我們變回來 這樣不好 我們讓他先許 他說好 那台灣人就說好 好 那我第一個願望我要那個 我要很多酒 酒 第二個要很多錢 錢 後來大家就想說應該OK了 那他先應該 他就可以去做他的事情 他就想說 對 我有錢又久了 蹦 他就回去了 神燈就走了 對 神燈就走了 對 後來 後來其他人都沒數到願望 不是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台灣人就是浩克 我們喜歡大家在一起 他已經有錢又有酒了 他一定會分給他身旁的美國人 那個泰國人嘛 OK了 這個階段呢 兩個 其實他們兩個的笑話 我覺得都滿有意思的 有帶一些表演 對不對 好 小蝦 你今天是所謂的搞笑達人 是 你要來選出來 好好定夥一下好不好 來 笑... 輸家懲罰 殘酷執行 笑笑隊獲勝嗎 對 恭喜笑笑隊 來 為什麼 其他人這些他們也帶表演啊 也很好玩啊 我覺得 在表演的那個流暢度來講 那個劉宇柔一直有辦法 Focus在她的身上 不要挑一個女孩子的話 你覺得哪一位是你的菜 假如說可以試著交往看看 哪一位 不要忘記我是你師兄 不能說謊 當然還是劉宇柔 真的嗎 沒有 他比較高啊 比較高 對...比較高 真的耶 宇柔幾公分啊 175 175 小蝦你也很高啊 188 你188 175剛好很合耶 可是不是重點 這不是我判她的原因 對 我現在是錄來電舞 在一起... 謝謝你 你幫我們找到一個新的型態 我們以後就錄這樣 配對的好不好 好 八度一樣 這個來電 好 然後我穿一個西裝嘛 我穿一個西裝嘛 然後我出來就是 YEAH 我是哈琳 月晨晴 好不好 公主的約會 OK啊 OK的 對啊 對 好啦 我們對不對 前輩的... 好棒喔 對不對 我們沒有把前輩放在眼裡了嘛 是不是 OK啊 對啊 你也可以啊 好 OK 我們今天配對成功 那另外呢 輸的那邊呢 也要被懲罰 我們剛剛經過的這個我們... 好 網友們呢 覺得說你們那麼漂亮 他們期待你們 把這個醜怪的一面展現出來 所以我們即將輸的這一對 要被畫臉懲罰 來 請上道具 假如喔 你們畫得不夠醜怪的話 等一下我跟小蝦親自畫你們 因為他們沒有真正處罰到別人 我們就處罰他們 有時候真的很醜耶 沒有在手下留情 時間... 謝謝 瑤瑤 這有畫嗎 瑤瑤給她一個特寫 好可愛喔 妳這樣...也適合妳的臉耶 奇怪了 畫很有藝術天啊 對啊 這真的很可愛 好 我們再來看看鷹生 我... 我... 鷹生 也是有點可愛 我覺得 來 然後再來看看詩雲 這個好狠 這個... 這個好狠 有點鬼龍的感覺 完全... 完全符合 非常謝謝小蝦今天來到我們節目 今天最後... 要給我們這些笑話一點點忠告 告訴他們說之後的表演 要怎麼樣加強 來 我覺得大家可以再放得更開一點 就是表演上面就是 可能要把所有的台詞啊 要仔細的蕊到很好很精密才可以 很精密 很精密 重點是不要帶矯正器來講笑話 對...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現場...整個電視台裡面 現在只有你帶矯正器 好嗎 就你啦 只有我是不是 但是也滿有效果的 今天要非常謝謝小蝦喔 謝謝堅哥 也非常謝謝笑笑隊以及誇誇隊 謝謝笑話們 謝謝 雨龍 麻煩把電話號碼給小蝦 謝謝 謝謝 謝謝